大家好,中廣流星旺,中廣愛健康,節目現場,我是佩珍 今天在節目當中呢,為大家邀請到的特別來賓是竹山堂中醫診所的中醫師,林青青 林醫師,你好 是主持人,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跟這個林醫師來聊到,這個暑假期間會有好多父母喔 會帶著小朋友到中醫師要來貼這個三福貼啦 那這個三福貼其實剛剛這個林醫師有提到 就是要選在這個特別的日子喔,就是這個三福貼來貼喔 那到底呢,這個三福貼,貼一次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隔一段多久的時間就要再治療一次呢? 三福貼呢,其實它基本的一個療程,我們是要來貼膚三次 其實是要貼三次,那建議是每七到十天來貼一次 甚至說如果過敏症狀比較嚴重的人,我們會建議貼到兩個療程 也就是貼六次,這樣子它的效果會更好 那膚貼的時間,從現在開始喔,七月中到八月底的這段時間 都可以來貼三福貼 其實依據古法,傳統如果來貼三福貼 我們就是選擇三福日 那今年的三福日是,出福它是七月十七號 中福七月二十七,那末福是八月十六號 以往我們其實要建議在這三天來做貼膚 那不過因為現在大家工作都很忙碌,對,而且像有時候可能會碰到這個假日啦 星期天的時候,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在這三天前來貼膚的朋友 其實也沒有關係,我們其實只要在七月中到八月底的這段期間 每七到十天來做一次貼膚的治療就可以 所以就不一定要拘泥在這三天 但是如果不是在特別這三天,會不會效果會有一些打折扣呢? 就我們臨床這樣子觀察下來,其實只要在七月中到八月底這段時間來貼膚貼 效果都是很不錯的,對,所以不一定要在特別的日子 大家可以挑自己比較方便的時間過來治療就可以 好,那我們講說貼這個三福貼,最主要是要為了治療這個過敏體質啦 那是不是所有的過敏體質的患者都可以來貼呢? 像小朋友有時候很小,比如說我們家小朋友他就是過敏兒 但是他很小,才一兩歲啊,他是不是就可以貼呢? 另外就是像是如果說媽媽自己本身懷孕了,但是他有過敏體質 也想要在這個趁著三福貼的時候來貼這個三福貼 能夠嗎?他們適合嗎? 對,現在其實我們在診所看到台灣現在非常多的小朋友都是過敏 大概百分之八十,甚至有時候到百分之九十 小朋友都有過敏的問題 這可能跟我們現在因為天氣的關係啦,空氣污染 空氣品質不好,很多懸浮的一些微粒 還有飲食上,因為現在太多的化學添加物 大家可能夏天又喜歡吃冰的東西 這些都是造成現在過敏兒還蠻多的 那小朋友一般我是建議在一歲以上來做膚貼會比較好 如果一歲以下的嬰兒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那一歲以上基本上身體沒有太大的問題都可以來做三福貼的治療 那像剛剛主持人還有提到說懷孕的女性 懷孕期間比較不建議來做三福貼 建議是可能在懷孕前 或者我們等到生產後 身體做一個調理之後 再繼續做三福貼的治療這樣子 是會比較安全的 所以有過敏體質的人是每年到三福貼的時候都要來貼這個三福貼嗎對不對 對,剛剛有提到說我們一個三福貼療程 它基本的療程就是膚貼三次 每七到十天貼一次 那症狀嚴重的我們可以貼到六次 也就是兩個療程 那今年我們夏天貼完之後呢 到第二年第三年的夏天建議都再繼續做一個療程 就是每年夏天來貼 那連續三年這樣子會達到最好的療效 效果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好不容易等到了這個三福貼的時間 終於可以貼這三福貼 但是啊慘了 我可能在這一段時間我剛好感冒了 咳嗽了、發燒了 這些有一些身體病痛的時候也能貼三福貼嗎 假使現在是急性的感冒 譬如說你有發燒、扁桃腺發炎 覺得喉嚨很腫痛 那有留一些比較黃色、綠色的鼻涕 這代表我們的呼吸道正在發炎 這樣子當時就不建議做三福貼的治療 我們可以先用其他的一些中藥來調理這個感冒、發炎的部分 等到感冒痊癒之後我們再繼續做三福貼 所以要等感冒、生病的狀況好了之後才能來貼這個三福貼 而不是說呢這個硬著頭皮 時間到了我就一定要去貼 其實反而會適得其反 是不能夠貼的 在貼之前還是我們都請中醫師先為你把脈 看一下診 判斷一下現在身體的狀況 適不適合來做貼膚 我們剛才講到貼三福貼就是為了要治療過敏體質 像我自己的婆婆也是過敏很嚴重的 這個之前因為鼻肉炎去開過刀啦 但是一直長期都有這個慢性咳嗽的問題 然後去看好多醫生啊 像是這個什麼胸腔科的醫生也看啊 然後那個耳鼻優科的醫生都看啊 大家唯一的一個共識就是他是過敏體質 所以長期都有這個慢性咳嗽的問題喔 這個早上起來也咳 晚上也咳 就是這個空氣不好的時候也都咳喔 像這種慢性咳嗽的狀況 也能夠用這種三福貼來改善他過敏的狀況嗎 慢性咳嗽假使他是屬於過敏的咳嗽 其實也蠻適合來做這個三福貼的治療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我一咳嗽是不是就代表我感冒啦 對這個受寒啊之類 其實現在也很多人齁 他的過敏不一定表現在彼此的地方 有時候他是表現在我們的氣管 用咳嗽這個症狀來表現 所以如果事先診斷過 那醫師判斷是屬於過敏性的咳嗽 像有時候你碰到冷水啦 突然吹冷氣 進冷氣房 吹到冷風 或是吸到一些灰塵的時候會咳嗽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三福貼的方式 來調理慢性咳嗽的體質 好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貼之前還是要請中醫師來幫我們拔拔麥啊 來看一下你的舌相啊 就是來幫你這個診斷一下哦 而不是呢這個隨隨便便 好像人家跟著貼我也要自己跟著貼哦 或是生病的時候也硬著頭皮要去貼氣 這些都是錯誤的哦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呢再回到總管愛健康節目現場